这淘气的三白把拨圈和绳子咬坏了 用了个鞋带给它拴在衣服上了 每天这哪是人遛狗啊 明明成了狗遛人 这小家伙不带出来 每天在家里也不老实 这精力无处发泄 出来转一圈就好了 别的猫孩子吃的是狗粮 给这小糖果还有新来的这猫孩子 吃的是做好的鸡胸肉 这鸡胸肉没多少了 给这两个小家伙 一个猫孩子一小盆 够他们两个吃的 不过小糖果的饭量稍微大一些 这一小盆也不一定够 猫孩子都调食 有肉呢不会吃狗粮 如果没有肉 他们饿了也会吃狗粮 不过这猫孩子多 也不能每个小家伙都喂的那么平均 像这猫孩子比较瘦的 刚来的让他多吃些肉 这两件红衣服穿上 这两个小家伙看上去非常的喜庆 而且呢 他们两个在一块还挺和谐 吃东西并没有打架 分开吃都没有护食 这样挺好的 小糖果吃的真快 吃完了 看见没 刚才说小糖果饭量大 他吃完了自己的 马上就抢别的猫孩子 吃得很干净 一点没剩下 这猫孩子多 什么东西都不会浪费 一会儿再给这新来的猫孩子带上尿布湿 带上尿布湿之后 就不怕他随地大小便了 尿布湿已经给他穿上了 这样就万无一失了 他这大小便又尿布湿兜着 这回也尿不到别的地方了 家里也会干净多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 认领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